各位帅哥美女们大家好 我是无心工作 只想给祖国母亲庆生的莫乃君 提搏会结束之后呢 肯定又有一波新品朝 那在新的新品朝来之前 先给大家叨叨一支咱们自己做的秋板 国舅会限定彗星2 好好的彗星 为什么要加个2呢 因为彗星系列 还有一支五甲纯木的初代彗星 早期因为国舅会各位同仁的五甲群件呢 我们在大约五年前 就打造了一支集水切纹 3D手柄等复古外观的五甲弧圈板 作为国舅会限定彗版的开山之作 彗星的名字也是粉丝们集思广益 非常nice 不过呢彗星虽然堪称手感翘鼠 但在如今的四十佳时代 还是更适合减肥 于是呢就有了更紧贴时代需求的彗星2代 跟上代一样 彗星2我们依旧是联合银河定制 前年后后改了多少个版本 莫乃君都已经记不清了 如今所呈现的彗星2成品呢 妥妥的及各种优点于一身 一个字 巨 好用 看一下参数 08加阿尤斯加黄方炭加阿尤斯的结构 厚度6.0毫米不到 重量90克左右 身材还算性感 内置方炭是指方炭层贴合在大星两侧 相比外置方炭常见的脆爽手感 彗星2更偏向于柔韧 小力量下拥有很好的稳定性 发达力亦能感受到方炭与阿尤斯大星的澎湃敌劲 而且内置方炭由于形变更好 发力空间更多 不仅容错性更高 在配胶的自由度方面也要更好 买了彗星2不要太纠结配胶 之前玩什么直接贴上去就行 想继续微调的话呢 直接在微信里炸莫乃军就行 因为纤维版的有效技球区 前身就比纯木板大 彗星2在攻击力已经相当充沛的状态下呢 版面形状采用了尖头设计来增加均存性 而并非长版面 长版面虽然能够进一步增加鞭打感来增加攻击性 但重心也会更靠近拍头 彗星2虽然标称90克左右重量 但重心控制很精准 浮舞起来完全不会觉得重 手腕并没有负担 将球板前驱 重心重量的平衡点控制得很好 毕竟一味的靠毛 能增加百给的几率 能攻能守才是真正的拥球之道 另外 彗星2的直板也经过专门的微调 例如重量标准下调至80克出头 手柄不粗 偏扁 意义很大 坚挺的板身在推挡方面 也绝对是一把好手 各想全能 胜在全面 对于常见的CS与FL 我们精选了市面上广受好评的 两种手柄形状为蓝本 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握本需求 同时为横板球也设计了 常规版型中较为少见的ST和AN两种柄形 一应俱全 舒适度全都没得说 握上就不想撒手 怎么样 灰晴2让你心动了没 心动了就可以去逛逛国序会商城 眼瞅着便宜的时候下单了 不仅时不时有满减活动 还经常有30天免费施打福利 不敢说买到就是赚到 但买了举杯队不亏 OK 买瓜不能卖的太狠 国序会限定灰晴2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最近天气变凉了 兄弟们也注意保暖 也希望大家每周二晚 能来国序会B站的直播间跟莫乃军面积 咱们下期再会